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将学习 六年级道德教育第八课 心怀一颗公正的心 那同学们可以翻开这一页 那我们开始上课咯 那首先同学们知道公正是什么意思吗 公正是否重要呢 那公正这个回事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如果我们缺乏公正的话 我们将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那让我们来看看 志诚还有敏利他们两个人的对谈 好我们来看 公正的行为呢促进国家的安宁 是的如果国家不公正的话呢 我们将会有很多的暴乱 而且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我们来看敏利说是什么呢 老师同学们好 今天我和志诚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在全国少年求生营的经验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参加过生活营呢 那么这个求生营啊 就像这个生活营一样 但是它是在这个森林里面进行的 好我们来看看 名号和骨根负责找树藤 沙曼达和敏利负责找树叶 我地亚和其他人负责清理场地 我们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布置好舞台 不然就会影响其他人 其他活动的进行 那同学们知道在通常在这个森林里面呢 我们会进行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是的我们都会搭帐篷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帐篷 那么过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在这个森林里面学习如何生存的这个技巧 跟活动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煮东西啊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学习找自己树藤呢 因为待会他们应该是要来一起煮东西 那这个是名利 帝牙 制成 骨根 好 名号 那Samantha在这里 好 那我们看到他们手中都有几个道具 绳子啊 这一个 好 铁锤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还有什么 事情会发生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当他们正在工作的时候 竟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好 这位同学就开始问了 诶 名号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名号的呢 哦 来了 这个同学就说 不知道 那么 这个同 女同学又说了 名号又偷懒了 诶 感觉上 这个名号 常常被人家发现 他是很偷懒的一个小孩子 好 来 名号是组长制成的同乡 如果他偷懒 制成会不会处罚他呢 所以这里在讲的是 名号跟制成 这两个人呢 是好朋友 是同乡 同乡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来自同一个家乡的意思 那么自己人 如果你是制成 你会不会帮他呢 或者是 呃 名号 你们会不会互相帮助呢 好 如果他偷懒 制成会不会处罚他呢 好 我们接下去看看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 来了 这个组长就找到他了 他说 名号 你坐在这里 偷懒 对大伙儿来说不公平 你的行为会拖慢工作的进度 我要记你一个大过 记你一个大过的意思就是 把你的这个错误呢 给记下来 这大过就说 这是非常大的错误 在很多学校呢 都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如果你有几个大过 那么你将会被处罚 或者是退学 好 我们看名号说是什么 对不起 我现在就去找树腾 哇 如果人家这样子 什么事情都说一声对不起 你觉得可以吗 好 那当然 对不起是应该要说的 不过呢 我们也要看看实际情况 到底我们的对方 他是否真心的想改过 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图画 好 志诚 四下五人 你可以不要给我记过吗 这个 他的朋友呢 明昊开始呢 要开始说服 这个明昊说 不要记他的过 他很聪明 好 明昊怎么说呢 身为 对不起 组长怎么说呢 身为组长 我必须公正的处事 你必须接受处罚 好 大家觉得 我们组长的这个行为 对不对 跟正不正确呢 嗯 其实是正确的 那 我们虽然是同乡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这么做 那我们先看看 他后果是怎么样 好 全部同学都说 自成 你没有偏告 没有偏护名号 真是个公正的好领袖 我要向您学习 好 这个自成就说 公正处事啊 使我心安理得 那么这个同学就在想 如果自成 处事不公正 就会引起大伙儿的不满 破坏求生营的和谐气氛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是自成 如果你帮了他的话 那你说一说 同学们会怎么看你呢 同学们会不会在背后 讲你的坏话 同学们又不会 又会不会 在信任你说的任何的话呢 他们又服不服 你给的指示呢 好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相信同学们 都有自己的答案 那总结就是 作为一个领袖呢 公正处事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他让我们获取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和尊敬 那么公正的处事 让我们与国内外的新朋友建立友好的关系 促进国家的和谐与安宁 是的 那么同学们 看一看我们国家的领袖 那如果国家的领袖 不公平的话呢 他就不会得到我们人民的尊重 那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呢 他处事非常的公正呢 那么呢 这个整个国家的人民呢 是非常尊重他们的 而且呢 他可以帮我们跟别的国家呢 促进友好的关系 那同学们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些国家的时事 同学们 已经六年级了 可以判断一下 哪一些领袖呢 是有公平的去处理事情 哪一些领袖是不大公平的处理 当然我们不是在讲领袖的一个坏话 而只是我们要学习如何辨别 一个有公正跟不公正的行为 然后呢 我们从中学习 并且呢 告诉自己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 那么全国求生赢结束前 主办当局要让银员投选出最佳的银员 那如果你也在里面 你会把手中那一票投给谁呢 谁在投票活动中表现公正呢 嘿嘿 我们来看 好 左边这个吉隆坡的罗志成 萨拉越的丹尼 还有这个吉达的纳吉拉 柔佛的陈华生 雪兰儿李爱丽 那么你会投选给谁呢 那我们来看看几位同学在这里 在说些什么呢 好 这个斯明他就说啊 他说 我呢 私底下 我私下和其他银员说好 把票投给纳吉拉 因为纳吉拉重选就会请我们吃撒叠 撒叠就是撒叠的意思 好 请问这样的行为可以吗 同学们觉得公平吗 好 这样的行为呢 发生在学校 不只是发生在学校 其实呢 在这个新闻里头 我们有听到有一些节目啊 他们也会这样子的 当他们要投票的时候呢 他们就去拉拢其他同学 我让其他同学呢 做好他们自己的决定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其实呢 我们要讲清楚 跟朋友一起 鼓励朋友一起参选 是参选 就是投票是投票 不过呢 我们可以建议对方投给谁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 就是逼对方 一定要跟着自己的选择 同样的 如果你也不喜欢别人逼你 做出你不喜欢的选择 对吧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里要跟你表达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呢 可以呢 就是 就是鼓励别人一起投票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说 拉拢人家 然后这里呢 把票投给纳吉拉是可以 但是大家有看到一个关键词吗 这个关键词比较重要哦 就是这一个 因为纳吉拉中选 就会请我们吃沙爹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中选之后呢 他会请我们 这个就是所谓的贿赂了 贿赂的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你帮我做了事情 我就用钱财或者是礼物的方式来回报你 那这些行文呢 都是属于不公平的行为 那希望同学们都明白哦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还有几位同学 他们说一说什么呢 好 我们看丽娜说些什么呢 丽娜说 我决定投资成一票 因为他经常帮助协调员 照顾其他因缘 那什么是协调员呢 协调员就是 就是我们帮 来这个活动呢 帮忙 这个活动给运行 顺利的一个人 那他们呢 可能是一个学生 他们可能也是一个大人 也是可以的 那他投资成是为什么 因为呢 他说他一直帮人 所以这里重点是 经常帮助人 和照顾人 所以这一点呢 就值得我们去投票 那我们来看 这个第二个 他说些什么呢 虽然丹尼的表现呢 普通 然后呢 但是我会把票投给他 因为他是我的同乡 各位同学看到了吗 这里又是一样 跟刚刚的东西 因为他是同乡 不是因为是自己人 就一定要投他 我们是要看他 有没有好的工作 如果你投给他 他不工作 到之后 你会害死全部人 对不对 好 相信同学们在班上 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佳歌男他说些什么 我会投票给艾力 因为他家里有钱 嘿嘿嘿 投他一票 肯定会得到 不少的好处 哇 这个佳歌男 的确是 往前看啊 那 这个投票呢 我们是要看人家 有没有 能不能帮我们 办到这个事情 为我们带来这个贡献 而不是人家有钱 所以他很自私 他也是要为了得到钱 而投票 所以这个也是 不大好的一个想法 观念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清清又想些什么呢 我会投给华生 因为他乐于助人 在营中帮了我好几次呢 哇 好 看来华生 也是一个乐于帮人的人 那么看得到 请问哪一个同学 讲得比较 这个就是我们 可以值得投票的人呢 好 相信同学们 自己都应该有了答案了 第一个是自成 因为他有帮人 第二个是华生 因为他也是有帮助人家 那么呢 这个大卫跟加根南 投票的人呢 是不大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同学们 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以下哪位投票者 做的对呢 为什么 是的 我们呢 投票对的同学 就是丽娜 还有 请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两个人的说法 是比较有建设性 跟健康的 那投给这些同学呢 将会为我们的 这一个学校呢 跟同学呢 带来这个贡献 OK 好 那同学们 希望同学们都明白 这两个求生意里面 带出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不单会发生在生活引力 它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班上 比如说我们选 这一个班长的时候 好 那有些同学想当班长 可是他当 他没有能力 他只是纯粹想要过过瘾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 他很 这个 骄傲 很光荣 但是他无法去 帮忙老师处理事情 所以呢 这次就不大好了 那就不大 可以帮到这个学校 将这个 我们的学习 这一个活动呢 给进行的顺利 好了 那希望同学们也明白 那如果 出来社会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遇到 不公平的事情呢 我们也会导致 这个社会的动乱 还有大家的不满 OK 好 那今天的课呢 老师主要是讲这两页 让大家知道说 从这两个故事里面 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发现到说 一个人的行为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其他人也要懂得辨别 一个行为公不公正 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辨别的话呢 我们就会导致很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我们说选你所爱 爱你所选 不过呢 我们要选对人 我们要选对正确 跟有做事情的人 那只要我们心怀一颗公正的心呢 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好 那这就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的课 那希望大家就明白公正的重要性 好 今天我们的课暂时就上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咯 拜拜 拜拜